因為中華就常常開玩笑講說 我們是不是幾年後可以煮個小嘴巴 就是那些後我們都老了還能跳嗎 二少爺到嘴巴解散內幕 學生時代伴舞僅是天后 日子藝人艾莎出道18年 以團體大嘴巴連拿兩座金曲 攀上事業巔峰 第二次得獎的時候壓力就有一點大 我記得那天就是要去進宮殿的路上 是我剛懷舊是同一台車 後來我剛懷舊下車之後 我們就復勘 然後就說我們是不是把我們所有的幸運都 運氣都用完了怎麼辦 怎麼辦好可怕喔 2016年大嘴巴合約到期悄悄解散 各用傳言滿天飛說主音十四零 跟其他成員腦不合 我們這四個人吵架好像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他舞台上是超級陽光 所以他可能不笑的時候 很容易覺得是不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是因為誰誰誰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結上是我們是因為合約到了 因為我也其實很享受當下工作很滿的感覺 但是就是有時候覺得頭髮壞掉啊 睡眠時間有一點不夠啊 每天穿高跟鞋 我就是隨時走路表演的時候 大腿要抽筋啊 小腿就是腳趾都抽筋啊 可能身體有一點點已經受不了 挑完之後我的頭髮都變得很像巴比娃娃的那種 這樣可以拉就壞掉到一個綿綿的這樣子 如果自己洗頭的話打結的話 他如果解不開我就必須要剃光頭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頭髮是女生的命 我真的哭不出來 那時候連哭的時間都沒有 就是滿的時候 因為已經發燒嘛 就是從台北開到南部 然後就是掉臉機 盡量讓我舒服一點 我八歲開始學表演 那妳那時候跟安息是同一個校 對就是同一個表演學校 因為我們學校每三個月都有很定期的那個成果 成果會 所以那時候剛好那個表演就是 安息幫我陪我一起跳 有一年Christmas的表演的時候 我就遠遠看到那個安息 我就跑過去跟他說 我媽說妳很漂亮 最後一場開始唱Hero 就覺得 她是她是我的反樣 再也看不到嗎 我就一直哭 可能因為也是同一個學校一樣沖繩 就有特別的那種感情 超級喜歡她 霸道